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明镜快点 当地时间周六的早上 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 香港几千名的年轻抗议者 终于结束了对香港警务处总部 长达15个小时的围堵 这场示威在当地时间周五早上开始 是一场和平的示威 许多的示威者都是年轻的学生 他们静坐在京中湾仔一带 要求香港特首林郑月娥 撤回修订逃犯条例 美国零售联合会周五表示 如果美国再对价值3000亿美元的 中国商品征收关税 美国消费者将会为服装、鞋类、玩具 和家用电器多支出122亿美元 协会上负责政府关系的 高级副总裁David French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我们行业的所有市场参与者 不可能同时将采购业务 转移到其他国家 没有这么多的产能 而包括JCPenney和梅西百货 在内的许多的零售商 都在本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举办的听众会上 反对对中国商品中收更多的关税 根据纽约联储银行数据 美国消费者负债持续攀升 到今年首季度已经达到了14万亿美元 超越了08年时候的13万亿美元 以美国3.27亿的人口计算 人均负债比飙升到了41.77美元 有专家指出 目前美国经济环境虽然不差 负债虽高 但是拖欠不严重 情况比金融海啸时候还要好一些 但是唯独是美国联储局 释放出了减息讯号 借待成本下降 债务是进一步扩大 一旦经济转向 恐怕会成为潜在炸弹 周五早上 中国媒体环球时报的总编胡锡进 在推特发文表示 中方关注贸易协议的公平性 最重要的是 美方必须撤销自贸易战以来 所有新开证的关税 直到现在 我说知道的是 中国不会接受美国保留部分关税的协议 而来自中美两国的贸易代表团队 最早可能在下周二 就会在日本盗版见面进行谈判 并且为G20川崎的正面会晤 准做准备 本周日 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将会在美国十个城市 开展清除无证移民的行动 不过GCNN报导 国土安全局的代理部长 还对具体的执行办法有所迟疑 但是在本周早先时候 ICE的代理局长 马克摩根就曾经表示 ICE将会针对接到美国移民法院 遣送离禁令的家庭进行驱逐 但是ICE方面还没有提供行动的具体时间线 和规模等细节 费城警务处19日宣布 正在调查是否有警员在脸书 发布具争议性的言论 目前有72人被调网文职 部分人更有可能会被解雇 此外包括圣路易斯和凤凰城 已经有超过百名警员 因为曾经在社交媒体发表 种族歧视和针对穆斯林的不当铁文而遭到调查 部分人同时受到处分 包括调网处理行政职务被降职等等 更有人可能饭碗不保 而监测警员社交媒体活动的组织 清楚视野计划 本月公布了报告 表示在审视全国巴座城市的执法人员脸书账号后 在3500个现任或前任警员的档案中发现 部分铁文讽刺穆斯林和伊斯兰教 英国外交部的亚太事务国务大臣马克菲尔德 因为在20日晚的一场宴会 推丧一名和平示威的女性 在21日遭到停滞处理 整个过程被在场的与会者拍了下来 并且公布到了网上 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根据微报报道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在观看影片过后 做出了停职的决定 这个活动是在伦敦金融城市长官邸 举办的一场宴会 出席的人多是伦敦的政客名流 根据影片显示 当时菲尔德伸手出去阻挡 一个来自环保组织的女性的抗议者 还掐住了她的脖子 猛地将她推到旁边的柱子上 边捏边推 最后粗暴地将她送出了场外 让很多在场的宾客一脸茫然 菲尔德事后承认自己的行为 并且进行了道歉 还说自己当时是出于本能反应 以及真的担心她持有武器 于是她决定果断行动 来解除她对其他在场人士的威胁 20日张颖颖的庭审进行到了第七天 今日嫌犯克里斯腾森的前女友 Terra Bullis再一次出场作证 接受辩方律师的审问 Bullis对张颖颖案的进程 有重大的推进作用 她之前曾经承认通过窃听设备 帮助调查人员录下了9段 跟腾森的对话 其中就包括腾森口述绑架 和杀害张颖颖案的细节 其中有一段录音之中 腾森在讲述张颖颖是她的 第13位受害者 并且也是反应最为激烈的一位 在现场被问到为何会出庭作证 她说自己虽然很害怕 但是这样做是必须的 那么在下周一 案件将会被交到评审团的手中 他们会讨论决定被告腾森是否有罪 如果他被判有罪 他将会面临死刑或者终身监禁 中国的两大乳业巨头伊利和猛牛 近日又起了争端 一切源于猛牛宣布 将于23日的奥林匹克日 与可口可乐以饮料为名义 赞助国际奥委会 伊利支持猛牛把自己归入饮料一列 这样会误导消费者 以为猛牛才是奥运乳制品的合作伙伴 伊利还称猛牛的做法不但损害了市场规则和冬奥会的大局 甚至是斜阳自重 治国家大局不顾 伊利的声明还说猛牛作为乳企 却被授予饮料类别的合作伙伴 跟国际奥委会已经授予北京东奥组委的乳制品类别冲突 将会是奥运史上的最大丑闻 猛牛此后对媒体回应称会很快发布声明 韩国的一名女主播金珠和19日晚间播报新闻的时候 被观众发现神情越来越不适 脸色发白 拨着拨着满头冒冷汗 身体看起来相当不适 根据NBN新闻台的新闻截图显示 她在明显冒冷汗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播报 挺了21分钟才紧急下场 换了另一个蓝同事替代上场 根据相关媒体的报道 金珠和事后没有去医院就诊 电视台表示她是因为急性腹痛才导致身体不舒服 在经过休息之后已经恢复 她本人也在隔天就回到了电视台继续工作 最新一季度的巴黎时装周 已经如火如荼的进行到了第三天 很多大牌云集走秀 最受瞩目的就是LV重回巴黎 并且在男装总监维吉尔阿伯拉赫的带领之下 迎来了精彩的走秀 据说本来秀场是要设在巴黎圣母院之前 但是大火让秀场的计划进行了改变 最终定在了太子广场 在春夏的系列之中 LV将许多的花卉相关的元素带入服装之中 并且依然可以见到时装与街头服饰的完美结合感 而且在颜色上面有不少已符合季节性的粉嫩的色彩出现 与花卉搭配相当得宜 作为LV的代言人 中国流行明星吴亦凡亦身穿粉色的上衣亮相 非常吸引目光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明镜快点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打开明镜电视每次都是新世界 节目中言论为个人见解 不代表明镜的观点或立场 YouTube频道名明镜火拍 苹果博客名明镜火拍音频版 网站www.明镜news.com 推特at明镜news 脸书facebook.com